各位早晨 早晨各位 歡迎收看今天平安夜的第一日節目 早晨Cython 美股隔個星期 上星期五到跌 連續已經 到不知多少天 道指六個郊夜日跌 累計跌幅是近9% 相當之嚴重 上星期五跌了414點之後 廣龜的郊夜日跌了300點 今天平安夜只有半日市 可否平安度過呢 就要看看 我知道你也研究過 過去那麼多年以來 平安夜有沒有平安度過呢 原來過去二十年的平安夜 港股走勢也不錯 除了有六次 即是星期六日沒有開市 另外那14次 就有10升4跌 計算下跌的百分率多很多 跌的百分率少一點 當中的升幅也不錯 即是十次升 有兩次都升超過500點 至於四次跌市 就跌得很少 只是九點至六十九點 如果這樣看法 多數平安夜都是平安的 但今次遇到美國總統特朗普 也會有一些風波停擺 又說要炒聯儲局主席 所以投資者都可能有一個避險的情況下 會有機會會有沽貨 其實港股只剩下四個交易日 即是今天 港股只剩下四個交易日 即是二十七、二十八和垂直 曬一口半日 其實加熱星 美國方面都很難看 令人擔心 因為三大指數下跌 如你所說 六日加起來都跌了百分之九 每天都一至兩個百分點 導致上星期五 南韓2445點跌414點 S&P500指數2416點跌50點 納斯達爾指數6333 跌195點 三大指數跌幅1.81至2.99 納斯達爾指數2.99 即又跌近3 VIX波動指數方面 企韻30.11升6個百分點 繼續都是恐慌 所以美股實質上 真的沒有甚麼可以見到 有任何股底 甚至反手更加不可能 但是連股底 我都覺得 目前真的不敢亂股 因為以格野的道指為例 我們看看納子 我們比較關注的納子 納子高股值 事實上大家都見到 納子高股值的時候 都是一致足獨度落底 你可能會懷疑 這麼大成交獨度落底 會不會有終極一跌 還是甚麼時候出現呢 不敢猜 起碼要在市場上穩定 因為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有些波動是來自事件的 政府停擺 星期六開始 美國部份聯邦部門停擺 最主要是通過不了財政支出 第二 原來一年之內已經是第三次了 事實上又不是甚麼很罕見 千年一遇的大災難 政府停擺 聯署局方面 現在鮑威爾不知道能坐不坐得穩 不過財長沒有腦音 又說沒有聽過特朗普說要解僱他 據說特朗普已經意識到 他是沒有權力解僱聯署局主席鮑威爾 只用口嚇到他死為止 但是市場一尾都入價 擔心究竟會否影響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 如果人家家息不滿意就解僱人 以後雖然控制不了政策 但你都擺明控制得到 一做不對就解僱人 這件事市場都會擔心太過政治化 是的 還有擔心未來會否真的被炒成 任命的人選會否造成市場有多少變數 我想這些是言之上了 但市場甚麼都會想 沒錯 我們現在看看恆子 恆子方面 竟然價時段開出了 低開238點 報25515點 Steven 你怎樣看恆子 今年剩下4個交易日的走勢呢 會否有機會考驗255個關口呢 其實恆生指數 過往大家都看到的 我認為以這一浪為例 其實大家都明白的 那就是現在的情況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美股就插到很緊要 如果看回剛才那幅圖 大家會看到 如果我在這裏 甚至乎 其實我開一幅圖給你看 你更容易看 在這裏開了恆生指數的圖給你看 這個表現就一目了然 雖然之前很多時都升 或者跌也跌得少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 打破了這個慣例 你看著 大致上 黑色線就是那個 叫做 我開多叫做 足足一連圖 開過一連圖給大家看看 看到恆生指數其實是黑色線 那個波動的 陰陽速是美股 事實上你看到 港股一早就已經沉淪了 美股還要撐多6月至9月左右 10月頭才爆的 然後呢 當然我們跟爆 但是然後它們不斷地一底穿一底 我們呢 是開始有一個震盪 很輕微可以看到向上的跡象 這個圖是不是很明顯呢 也不是一定說跟美股的走勢 是啊 因為我們其實跌早了一陣 我們最後來 10月就跟足 接著就開始反彈 所以我會說 剩餘下來的時間也好 第一季也好 似乎港股未必全差 但是呢 如果真是最短線來看到 大家就去關注 就是上個交易日 因為上個交易日 如果在技術上去看 其實就是一支這樣的東西 星期四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陰燭 星期五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支低開高走的 叫做 破腳穿頭的陽燭走勢 還要是900億成交的 如果今天的時候 我就會看回這一個關口 255左近的位置 255五多 這些位置開出來 我會認為最緊要要守這些位置 因為如果這些位置 25512 25512 先刷一下 就是前一個交易日的底 對 陽燭開出的位置 這些位置如果是開到 好 而又就是 今天日中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就是說呢 可能呢 就在這些區間那裡徘徊 不知道會不會可以收復很多 不知道會不會到升 不知道會不會站穩 不知道會不會倒插 Touchwood 但是呢 站到這些位置 現在 剛剛25515的 如果站到的話呢 我都只可以 叫做樂觀地看 這個是代變而已 因為是躲在上個交易日之中間 足身中間 這個叫身懷六甲 那就是說不差得了 開了下去 其實陰呢 老實說 陰呢 就慾算的 希望今天可以收窄 不望到升 希望今天可以收窄 那就是說 都是躲在上個交易日的 足身裡面的話呢 代變 依然還有機會可以代出 一個下個交易日好的勢頭 所以 我想現在開出來 是令人欣慰的 大家稍後看看 什麼環境 好 上個交易日 恆指可以到正班 主力都是受騰訊的帶動 我們現在都看看騰訊 騰訊今天開 就一直競價時段 平開 現在今天平開 競價時段 一度有去到三百四十多年 因為競價 競價 也不用太過 對 現價是三百四十五個二 看看騰訊的走勢 其實上個交易日 那個洋竹的確挺大 差不多去到前一個浪頂 前一個浪頂是三二零 前一個交易日 楊竹一直到三百四十八個六 最終這一浪 看看有沒有機會在手遊方面 審批新遊戲的步伐 可不可以有機會提振騰訊 其實ADR也跌了 其實ADR對於這個股價 究竟反映有多少呢 當然 著重的希望就是在現在正股 正式交易時段的價格是最正確的 但亦都難保 就是Touchwood 難保待會平開之後去到ADR的價格 亦都不可能 不過有件事想提提大家 上個交易日的時候 騰訊在U經價時段的時候 其實是下跌了 下跌了一點 是的 在4點鐘經價時段之前 正在三百十九個多 現在只要三百十五六二 看看今天如何 市場已開了 暫時現在騰訊都要跌多2.8 現在是三百十二個八 恆生指數跌幅了少少 現在跌246點 至25501點 上證方面跌九點 至25006點 我們稍後回來 和大家看看個股和回答大家的問題 稍後見 稍後見 回來節目時間 上證和恆子方面 低開之後跌幅都擴闊了 上證跌14點至25001點 恆生指數跌321點至25436點 騰訊方面的跌幅 亦真的有機會 挨近ADR價格 現在已見到三百零九幾 三百零九個六 跌了五個八 一點八個百分點 跟大家說回 跟進上星期五 大家都期待中央經濟會議 會否有些好消息出台 現在中央經濟會議會議會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 更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 穩健貨幣政策 穩健貨幣政策方面要鬆緊息度 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和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解決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的難融資問題 好像之前中央放聲 很多人都說要幫助小微企業 都是沿著這個方向 現在的消息都是 沒錯 市場早前一直關注民營企業方面的資金 資金鏈會否因為太困難 融資困難而高債息甚至爆煲 似乎中央都針對勝地 向著一個民營企業 可能有些放鬆銀根、放水的動作 另外一些我們大家關注的 始終都是除了流動性方面 就減稅降費 上個星期五 其實我們港股未收市 A股收市之後 其實已經見到中央正面回應 網上一些傳聞 說到中經會不會減稅降費 結果反駁原來真的 真的會大幅更大規模地減稅降費 這方面都符合市場預期 不過似乎這次開會出來的結果 就沒有哪一個板塊特別受惠 因而有得炒作 可能之前憧憬內房 或者基建會 其實這些政策沒有很特定 就是刺激某一些板塊 都是基本的 刺激經濟 沒錯 即管你看看 在市場上 較早之前炒一些內房股份 109華潤置地 即管看看走勢如何 跌兩毫子 中海外跌4.5-26.1 以至2007這些民企 8-9.8跌1毫子 4條3 恆大跌3.5-23.2 1918溶創 都是跌3.7% 似乎 又真的未能說有什麼刺激的跡象 都沒有什麼提振的作用 暫時看 沒錯 看回活躍成交榜的其他股份 騰訊方面 現在跌幅擴闊了 已經過了ADR 暫時是低落 低落308.8 現在跌了2% 另外其他 月風環保有升3% 另外有國藥 醫藥股狀手勢都比較偏向下 現在國藥跌3.9% 看到有些是否新股 177均保新聞 暫時現在23.8毫半 不過已經是較早之前 先看 今天應該是今天上的 今天第一日trade 看看上市價方面 上市價19.38 現在23.8 都有一定幅度的高開情況 以至到可能是否因為它 這隻軍寶 軍實生物 神經病 我看了這個寶 軍實生物 以至到 看到活躍成交榜上 還有多隻信達生物 拉起了 101信達生物 升至2.6% 去到21.5% 如果這隻軍實生物 會否還好呢 其實如果 看回它 現價是23.7毫半 其實都比開市價高 稍為升了一點 留意一下 軍實生物 在過去兩年 1617年的時候 都是錄得虧損 變成股東的應佔虧損 不是應佔日利 我先數一下 八萬千萬億 如果我沒有看錯 都是以億多的虧損 就變成三億多 如果是這樣的走勢 似乎又不是甚麼好的 基本因素 可以值得大家去考慮 這件事我建議大家 都是審慎一點 好 我們現在看看網上YouTube的留言 好嗎 看到Janet說 Steven剪了頭髮薄 平安夜快樂 多謝 大家都平安夜快樂 多謝大家 然後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在鼓善 是的 看到幾位朋友都關注27 Anthony說 交了貨一跌 那怎麼辦呢 Jason說 跌穿48 拉外葉呢 看到現在這個價格 就說現價可不可以買 銀魚 27號現在跌1.6% 現價是47.5% 如果初步 我看著47.2的位置 為一個新的支持 看那些位置 用不用穿 暫時Tashwood 就不穿 另外 大家要留意 總之無論是怎樣溝證股 我和大家說都好 如果真的大家反而用了槓桿 我只能夠奉勸一對風險自負 在測試裏面 你溝證股 都還可以等 還可以坐 我對於公司的基本因素方面 有信念在 但是槓桿真的要小心 現在這些位置 沒有說不可以繞上來 現在恆生指數 暫時跌幅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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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如果不穿47.2的話 就算加了貨的話 照保持著 好 收到 然後CAN問7331 沒有貨可不可以加呢 7331 今天就一枝楊竹 現在是11.42 我也是會跟大家說 美股我完全見不到 有明顯的反轉跡象 即是反轉意思是向好 因為無論 你看7331 倒置納紙 事實上 真的看不到 包括 它成交很大 變成了 現在的情況 我會說 它是大成交之下 大足 倒下去 你說會不會是終極一插 我不敢說 但也無需要無緣無故去猜 所以我會說 尤其是 VIX 波動指數方面 長期都是我一個做淡的 很大部份的考慮 如果波動指數方面 還是站在30樓上的話 實質上它做淡是完全沒有問題 也是正確的 不過你說會不會出現了這些大累積跌幅 甚至乎這麼大成交 有沒有機會出現終極一插 因為跌浪都永遠有反彈 這件事 很難預估給大家 我只可以說大方向是對的 不過它可能都會擔心現在 會不會遲了入 即是高墜了 即高墜了7331 對 遲入 其實就 絕對是 一定是遲了的 不過參賽 是否還會有更長的一浪呢 這件事我真的 覺得是會有更長的一浪呢 短線的捕捉呢 其實我都在 我反而 雖然我不猜見底 又不猜何時反彈 但其實我是覺得 我是在等它彈 然後吃一浸 那就是Warder 訂現在才再聚 雖然它大小是下跌的 會不會可能 譬如想加碼的話 可能都是等它彈一彈再加 如果是 沒錯 加的話也沒有 我沒有特別的 現在想說它加碼 所以有貨的話 就要先保持 基本在VIX 站到這麼穩定的情況之下 我也不想去 好進取地去駁 要再 成勝追擊 再沽下去 我怕 就反而令到成本高了 好 然後Kalv就問 2318 怎樣看呢 失手68元的可能性 是怎樣呢 中國平保 現在跌1.3% 現在是60.55元 他就看失手68元的可能性如何 目前股份現在是69.55元 事實上 68元是否一個重要的位置 我覺得都不算 最主要是較早之前 71.65元 但失座 其實走勢上都是 塗上這些位置 71.65元 變成了 這些位置 現在看著 就是 現在會不會這樣穿下去 所以下方 我建議 盡量去看緊一點 有沒有可能 67.7元 就是這些位置 67.7元 反而你說 問是否會穿 68元 還是怎樣 67.7元 一穿 其實又再進一步 去股膽 或者去沽 所以我建議大家 還是要小心一點 自己手上的持股 好 似乎大家都看淡這一隻 Emilio 都問 這一隻直撲 還是1299直撲 哪隻直撲 剛才現在說 彎向下 隨時穿底 但1299 大家就儘管開 其實並沒有這樣的弱勢 所以我覺得 299未必那麼值得撲 1299大家看到 是橫行 多於有任何的穿底 剛才的穿底 可能是較早之前 過去兩季的底部 你看看現在 雖然不敢說 call 買 但情況就是 有邦似乎連12月11日 開出的低位 61.5.5都沒有穿 61.5.5都沒有穿 所以似乎大家就不宜過淡 當然 任何股份跌停不跌 可能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可能是會真的有機會 平保跌完就到有邦 但現在這一刻去做淡有邦 有少許心急 平保相對上是否比較直撲 但如果跌多了的話 會不會有擔心 好像剛才說 穿了就有機會繼續撲 穿了就更加兩碎 你剛才看著 譬如現家穿了71.6.5 就作為第一柱做淡 現在再下望的話 如果67.7都穿的話 就再加一柱淡 反而不需要特別擔心 好 接著我們看看Jason 他就說 求救星期五沒有把握 UDOW的逃生們 現在就虧了10% 怎麽好呢 還是反手做淡 首先你做不做淡 你無可能堅持反手做好 因為現在美股市況 根本是進入了V4狀態 旁人就不斷說不同的說話 市場不斷擔心加息 以致聯儲局的不確定性 最終連政府部門停擺 都發生了的時候 我實在不敢說 或者你真是技巧少少 要相信一下技術因素 VIX在30 你怎麽會做好呢 你要研究一下 VIX究竟是什麽 這個是恐慌指數 是有一定根據 反之你說 覺得美股已經跌了很多 有沒有辦法 真的捕捉將來的升浪 不要說升浪 企穩 最基本最低限度 都是VIX落回20流下 才是屬於一個 再搏下一次浪 怎樣怎樣的情況 是無可能現在無端端走去 搏跌美股見底 好 Jason就小心留意 所有人都留意 VIX一直在30 這些位置 基本上就不用無故 覺得美股會跌完 現在來到9點46分 恆生指數跌幅311點 至25442點 上證方面跌7點 至25808點 我們中午回來再和大家看 希望大家平安 到時見 拜拜 拜拜 拜拜